今天幾點到現場 這排是哪有天啊 8點啊 8點 是啊 站到現在 站到現在啊 是啊 有沒有機會日常啊 有沒有機會都是啦 反正站這裏和站裏頭都是站的 那都是一點深 你知道那個龍尾排到哪裏嗎 繞過這個 是啊 是啊 那我都很幸運啦 我都看到那個裁判處啦 在西九法庭啦 那今天那麼多人站出來 你什麼感受啊 我就睡不著了 所以我一早起床 遙遠的過來 那我今天呢 特意穿這件衣服啊 那件衣服什麼特別啊 這個是骷髏頭嘛 什麼人是一個skull呢 那我還戴上骷髏戒指 那就襯快它 那為什麼呢 什麼是skull呢 什麼是skeleton呢 那對號入座啦 那我特意這樣穿的 是不是將你很多的真場都拿出來啊 不是 因為都是skull啦 就是骷髏頭啦 那是耶穌某些事的 那今天啊 陳浩媛就呼籲我們全黑的 民陣 那就響應啦 當然要走出來啦 反正在家裡都哀哀亂 又分不著 你昨天看到這些新聞啊 你自己最擔心的東西啊 我身邊的立法會議員 區議員全部拉青江 除了涂謹申 鄺俊宇 立法會議員 區議員呢 剩下都是瞭瞭可數啦 23個拉了啦 那剩下有多少個呢 大家可以算一算數啦 那8個 初選的立法會議員呢 就暫時獲得 延長保釋 但是 終極都不知道答案 但是現在裏頭那47個呢 希望他們今天可以保釋到啦 但是 那個機會 我覺得是微啦 因為昨天拉你 扣留一晚 今天過庭 就沒有理由立刻 今天給你保釋的 就是我覺得 未必會啦 就是樂觀點想就會啦 但是悲觀點想 還有現實去看呢 那個機會就不大了 有沒有之前跟他們見過面啊 嗯 他們進去之前 有沒有跟他們見過面啊 嗯 有 昨天發了一些Whatsapp 他們全部早上收到 但是 可以怎樣 我又不想 浪費了他們的時間 因為他們爭取每一分鐘 和家人 和親友 去珍惜 最後的時光啦 那好像 有人就選擇問身啦 問了 我 好像安心點 在裏頭 還押的時候 都好像有佛的照顧啦 是吧 那有些人選擇剪頭髮啦 就是 整靚點啦 穿多點衣啦 還有出來 盡自己所能去安慰自己的家人 多謝 多謝 又有有心人 那 那 但是 我發的那些Whatsapp 全部他們都收到 但是就看完 見面呢 我就不想啦 就是你浪費了人家的寶貴時間啦 那你見到陶緊湯 又有出來的 陶緊湯 昨天我在中區警署 陶緊湯 就唯一一個可以僥倖出來啦 但是 郭家麒醫生呢 和萬比呢 就不幸運了 那要三個在中區警署 昨天我也是在中區警署的 那看到那個情形呢 就是好像大家道別那樣 那我們有腰部泵 泵完了之後 他們就進去 就沒有得保釋了 陶緊湯呢 都很depressed 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啊 他以前呢 我看到他怎麼都會笑一下 他都笑不出啦 他都說 匪夷所思啦 今時今日 那我們都是 摸不著頭腦的 走出來 那看到今天這麼多人呢 是這半年以來 沒試過這麼多人 那信心就在這裡了 那我希望 所有香港的市民呢 就是所謂同路人 Hong Kongers 都要爭取這個 機會 我們真的要爭取這個機會 如果不是被人打壓呢 就越打壓呢 我們越退一步 人家就越進一步 所以我們一定要 要站起來 面對 還有不要萎縮 不要害怕 希望大家 市民都可以做得到啦 你覺得香港有沒有希望啊 有三樣東西的 希望呢 就會變失望 失望呢 最終就是絕望的了 那我想我們現在是失望的 未到絕望 那唯有 不僅是我一個人的嘛 香港人 同路人 希望大家都 挺起胸膛 繼續走這條路啦 你畏縮的呢 打壓就越大的 你越退 它就越進 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手無寸鐵 你又沒有槍啊 你什麼都沒有 你唯有 就是人 良知 意志力 那我們要堅定 所以就要走出來 如果個個都畏縮的 不走出來 睡覺不好 那你 就由失望 就變成絕望 整整一下就會絕望 那你自己呢 都知道很多些 或者一些中產啊 或者一些政府官員這樣 那現在的環境之下 他們怎麼穿勢 現在連公務員穿勢之後 很多人都來職潮 我身邊有很多公務員 他們沒有簽到這個二項書 即是校中啊 沒有啊 移民啊 還要補錢 給政府一個月人工 離開香港 遠丑他方 不論是教師 公務員 他們都是這樣的選擇 因為他們覺得 我為什麼要簽一份 這樣就二項書 去表示效忠 而我自己 根本是背道而馳的 所以他們做不出這件事 不是個個人都說 因為那份人工 要低頭 要看錢 去做人的 有些 他有自己的抱負 有自己的理想 有良知的 他就不做咯 不做走的 大有人在 在公務員之中 在教師之中 也都有表表者 很多人都是選擇 走這條路 退出 那我 有沒有那些最高人工 去到多少都要走 都有十萬以上都走 不是一定要去到三十萬 那些五十萬那些 那大部分高級的十幾萬 都放棄了 還要補一個餘人工 因為如果不是你又要簽那份樣書 你又要效忠 又要講很多話 那你將來就等於簽了一個生死約 那你又有違背的合約 又告到你脫褲了 那你又賠不少錢了 可能不只是錢的問題 還要坐牢 或者給他隔職 那倒不如你隔我職 不如我炒你魷魚 是否情緒高尚很多 如果經常都說 為那份人工 為五十萬而折腰 那都是人 不過人下人 那這些就是人上人 是啊 現在連高官的日子都不好 你知道連社會社會 社會委員會 劉利群 批鬥的 劉利群 是啊 還要回到2019年連儂牆事件 國安法是2020年7月1日立的 那麼追訴權現在去到2019年 不撕街招 貼連儂牆 遲些鐵 他說他拆國旗就拆得快 但是連儂牆不做 都沒有 頭版 那些 那些什麼報什麼報 全部頭版在那裡 現在就有一件事 就是喜歡批鬥 還有離間 批鬥 還有抹黑 獨恢 那你覺得會不會 令到更加多的香港人 離開這個建制 我想 各取其長 有些 就更加開心 譬如地產商 當然是開心 他賺錢而已 從營商的角度看 當然是支持 和你私人的感情方面 和香港的感情 我想很多人都和我有一個選擇 不過敢怒不敢嫌 這意思 那我就選擇走出來支持 走出來支持 沒有所謂的 沒有違背任何 國安法也好 基本法也好 我只是覺得 我自己是做自己的事 但求自己心安理得 是不是最好 好 多謝你 好 多謝 拜拜 你多點保重 謝謝 rotated 或是 什麼 怎麼想注意 過 我們 可以 呃 不